大家好,我是美股实战,又到我们周四的学院例行培训 这一次我们讲一个很有趣的话题,一个主题 同时也是比较大比较泛的一个主题 就是回顾总结2017以及展望布局2018 那每年我们都会做这样的一个讲座 已经是坚持到第三年了 刚好也是我们美股实战学院跨境第三周年的 这样的一个时期 那17年是非常辉煌的一年 当然可能有些同学17年做的并不是非常好 没有问题,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 然后18年希望我们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始 18年也是狗言 祝大家旺财一起发 那我们现在开始这一次讲座的一个主题 首先还是大家测试一下声音跟这个屏幕都没问题 关一下自己的视频 不要让大家看到你在吃饭 那就不好了 那如果说你选择自己参加的话 等同于上述的一些条款 那这边这些介绍以及我们之前做的一些公开效益项目 还有培训就跨过去了 那下一周我们会做一个一月效应的 专门针对一月效应的一个主题 做这样的一个培训以及一月效应的一些股票的一些布局 那希望不要太晚吧 因为我们这个时间可能排的比较后 那下周已经到了一月的第二周 希望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 感觉市场最近可能也是有点疲惫 说不定下周回调之后会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布局的机会 那我们纽约线下交易时一样的开张来 欢迎大家来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来 交易员的养成计划 以及量化分析师的这样的培训计划 那都是免费的 都是免费的 有人问说要不要费用 我说我们是一个养成的计划 一个培训计划 只要你适合 我们都是免费的为大家打开的 那当然你是要 首先交易员的话必须是在纽约了 要不然你这个隔的太远的话 非常难去操作 量化分析师的话 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安排 如果在世界各地 我们都有不同的安排 但是呢 尽量还是说在纽约比较好一些 在纽约我们可以线下的 有培训集训见面可能会更好一些 好 我们接下来总结一下2017年 2017年 对我个人来说是非常忙碌的一年 也是过得非常快的一年 过得非常快的一年 刷了一下时间就过去了 感觉还不过瘾 感觉还不过瘾 这个牛市其实 还是非常的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 一路过来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美股实战学院 在2017年的一些 做过的一些事情 一些总结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那首先 我们美股实战学院不断的在 扩充整一个下面的架构 那开设了不同的师盘群 有不同的培训班 当然我们有很多的交流群 方便这个鼓勇能一起交流 不同类别的服务 适合不同的这样的一些人群 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公开课 那公开课是远远比我们的 这个学员的内部培训 以及周报 还有我们的早盘直播 都要多的 那我们坚持在 每一周做周报 已经每一周 甚至每一天做早盘的直播 特别是在后半年的时候 那也是每一周坚持做 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培训 也是做到了第87 同时也做了100多场的 这样的一个公开课 总共是300多个视频 总共是300多个视频 那我觉得基本算是 可能算是每天录一个视频 可能算是每天在录一个视频 这样的一个节奏 那也是非常的忙碌 但是我觉得也非常充实 也能对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 实操上面的一些经验 以及理论上面的一些培训 那我觉得也是 对我来说是非常充实的一件事情 也希望能够对大家 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受益 那我们的所有的培训课程 以及视频公开课都放在我们的官网上面 可能之前的早期的没有太齐全 但是最近几个月都是非常的齐 而且都是更新的即时的这样的更新 那我们示范群的仓位也是正式的翻倍了 在16年的下半年9月份开始建立的5万块钱的本金账号 累积不到16个月吧 这边应该是15个交易月 15个交易月这个达到了 不好意思应该是累积16个月到现在是16个交易 16个交易月是达到了5万多的这样的一个领域 已经是翻倍了 在第13个第14个交易月已经达到了这样的一个翻倍的这样的领域 那刚好也是发生在17年 跟很多同学一起见证的 那这边是我们的总体仓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一个汇总 总共持仓数量是300多只 那差不多可能每天都有一只仓位 可能是这样子 那平均持有的时间可能是几天到几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总共盈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胜率是66.8%大概三分之二的胜率吧 总计盈率在1月份到12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当然也要包括像16年年底的那一个季度的话 那我们是达到17年的翻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以及我们的期货自动化交易也在开始进行当中了 在12月的 在这个去年的17年的年底的几个月 9月份开始 我们是开启了这样的一个自动化 期货自动化的交易 那主要交易品种是标普500的这个ES 那目前我们还在开发一些其他的一些自动化的一些东西 那对我们学员可能稍微有了解的同学 应该知道我们是比较喜欢做自动化的这一个东西 就是 来到我们官网这里 也有一个专门是介绍自动化的这样的一个界面 那我们现在也是有很多自动化的人才 加入到我们 也有我们的自动化的这个交易模板模型 那我们主要是在IB进行的现在 然后期货的话是在MFuture这一个期货平台 这边有一些简单的介绍大家可以去查看一下 这边我就不累赘了 那目前这个自动化交易的情况也是非常的不错的 那最近也是又做成了一单 在周五的时候抄底 然后周二周一的时候好像是周二周三的时候好像是止赢了 那也是达到11战11胜 虽然说信号不是很多 每个月可能就两三个 但是可能更多就是靠一个准度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11笔的交易胜率是100%的 那现在我们在新的一年18年加入了做空的这样的一个信号 就是ShortES做空的这样的一个信号 那之前我们17年只是11单全都是做多的 那可能跟市场的情况有关系 市场一直在涨 所以说我们做多一支会赢 但是现在呢我们也加入了做空的信号 那今天也是在这个ES在2722的时候 加入了这样的一个做空信号 做空的仓位做空一个合约 那我们看看接下来市场是否会真的跌下来 这边也是放一个马前帽在这里 那这一个期货自动化交易呢 也会在预计在18年的年终 最晚可能会到年终的时候 才会面向给大家 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自动化交易模型里面 那如果说你是用IP的账号 或者说用NFuture的期货账号的话 都可以链接到API里面 这样你可以自动的 它自动就会在云端去跑去交易了 发出信号以及执行这个信号的交易 以及做一些风险控制仓位控制 完全不需要去管它的 但是你还是要达到一定的条件 也需要有一个培训的过程 那到时候具体的情况 大家可以等待我们的通知来咨询 好那另外还有期权的方面 自动化交易我们也有 但是还是在比较初期的一个阶段 目前有没有太多的内容准备给大家 不过下一次有机会的话 就跟大家再说一下 期权的话主要还是做SPY 这个Core跟Pund 还在不断的在这一个强化 这一个策略的一个回测数据 以及具体的模型 现在呢还在比较初期的阶段 等到最后完善成熟了 我再给大家公开 那我们也在2017年做了一系列的 校园的在纽约地区 这个校园的公开的巡回演讲 针对说市场的一些现状的情况 做了一些系列演讲 同时也是做了一些招聘 做了一些对外的一些宣传 那么18年我们也会再继续的 在美东地区各大高校 做这样的一个高校的一个演讲 那现在是已经是站定了 纽约大学跟各大 还有在波士顿的几间高校 具体还没有谈成 到时我们会在整个东部 美国的东岸来回的游走 可能更多是在周末的时候 平时代盘还是比较忙的 那周末的时候如果大家有兴趣 在附近的话也可以过来参加 过来参观 那我们现在交易时刚刚也讲了 我这边有跨过 那同时我们的交易升职 大家一定要切记 那2018年我们会继续的陪伴大家 为大家分享最真实的 最实战的这样一个评论 以及高质量的交易机会 让我们一起进步 2017年一起发发发发 2017年关于学院的一个总结 我们这边做了一个比较漂亮的PPT 到时候我会发到公众号上面 大家可以去麻烦点一个赞 那现在我们来看看 2017年市场的表现是怎么样的 2017年市场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无论是从这个发展国家 还是这个新兴国家 还是美股 我们看到整体表现都是非常的不错 那更为表现比较明显的 还是新兴国家 那以中概为首的 这些大家比较熟悉的 在这个港股 FXI 最近我们在做这个FXI 这个量化分析报告 还有阿里巴巴 这些都是在2017年表现 领涨非常不错的 大股票以及这个股指里面的 大股票全准股 那新兴市场明显是领先于 整个一个全球市场的 在这边大家要注意一下 Commodity在2017年表现是最差的 这里其实为了18年埋下了一个伏笔 那从更深层的这样的一个 asset class资产类别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QQQ表现是最好的 同时SP500的这个成长板块 成长股在大牛市里面 涨的是非常的不错 包括科技 包括科技 印度香港等新兴国家 这边明显的也是领先于 全球市场的 这样的一个2017年的一个涨幅 那12月的涨幅也是非常的不错 那更为这边稍微落后的 就是相对来说一些国债 大宗商品 还有说原油 黄金 白银 还有这边天然气 全年是跌了 接近三分之一的 这样的一个幅度 那天然气是否会在18年 或者说整个大宗商品板块 是否会在18年 有这样的一个补涨 或者说反弹的这样一个行情 我们接着往下看 同时也不要忘记 比特币在2017年也做出了 非常辉煌的一个表现 每一次大跌都是买入机会 那比特币 我觉得18年去到两万到 两万五三万 应该还是非常可行的 非常可行的 但是在当中难免会有回调 但是任何的大幅的回调 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买入机会 那之前在很多公开场 我也讲过了 如果比特币回调到一千 一万到八千的位置的话 那将是非常好的 中期再次入场机会 那18年我们上看到两万到三万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区间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还是有的 还是有的 当然前提是如果八千一旦破了 站不回去的话 那可能会比较危险 那我觉得以这样的一个势头来看的话 电子货币的势头可能才刚刚开始 刚刚开始 那现在可能大哥停在这个马路中间 等待了下面的小弟 每天都有不同的ICU 等待了这个小弟跟上来之后 大哥可能在领着大家再往上走 那可能会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我预计大家可以做一些投机的一些行为 放几千块钱进去投机一下 或是当作一个投资 这个你要注意到这个风险 因为很有可能要 如果是有政策上面的一些东西 或突发的一些信息的话 很有可能会把这个这个这个价钱给砸下来 但是我觉得砸下来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买入机会 因为这个趋势 这么多年上来还是没有改变的 任何的大跌都是满入机会 感觉有点跟股票一样 只是你相信就有 你不相信就没有 但是也要警方有很多的电子货币上面的一些东西 股票类的概念股 或者说相应的一些品种 有很多是一些炒作的 没有真实的一些 背后的一些实质内容的 这些大家要非常的小心 大家要非常的小心 因为很多概念股就是垃圾股 换了个名字出来套钱的 或者说很多ICO 就是这种传销的这种概念的 这种要懂得去分辨 要远离 那希望我们在2018年也会有更多的电子货币的一些相关内容分享给大家 那这边我们做了一个电子货币的一个专栏 那这边电子货币专栏 那目前呢现在是有好几篇文章在这里 已经有好几篇文章在这里 大家可以看看这一个页面 已经有好几篇文章在这里 那最近是发了一个新的文章 是这个叫 还没有放到这个专栏里面 是2018年预测的这个七大市值的这个电子货币 那里面有很多我觉得都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有很好的基本面 很好的背后的团队 做出来的ICO 可能有一些小币几毛钱的 一两块钱几块钱的 在各位数的 那我觉得在2018年可能会有不错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空间 毕竟像比特币 以太币 来特币这些是在市值前三前五的 都是从几毛钱几分钱几块钱涨上来 所以我相信 只要你抓准这个趋势基本面认对人了 那我觉得比较好做 比较好做甚至有非常大非常大的机会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2017年 各大分析师给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我们看到分析师给的目标都非常的低 但是我们2017年最后是收在接近2700的 这样的一个标普500的位置 这里没有一个分析师答对的 全部都是差很远的这样的一个距离 那当然跟他们对GDP的这样的一个预估值 以及标普500的EPS的这一个盈利预估 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那可能他们对经济对公司情况 以及对这个川普的这个影响 我觉得可能都会太为的悲观了 所以分析师的话很多是不能相信的 分析师的话很多是不能相信的 更多需要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把握 所以2017年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道理 就算是我说的也不是一定会成为精子 大家还是要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判断 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最稳正的这样的一个选择 而不是说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 不要跟风 一定要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判断 我们看看2017年表现最好的板块股票 那这一支NRG 那由于有Elliot Management 在里面作为这个激进的投资者股东推进 所以导致这支股票有非常不错的表现 除此以外呢 我们看到大部分的股票的这个高位 或者说这个成长非常好的2017年都是科技股 或者说是什么生化医疗 那这些都是科技方面的成长类比较强的 那唯一这边的佼佼者就是波音 也算是为道指做下了汉马功劳 道指连续的冲破2万2 2万2 2万3 2万4 然后今天的2万5 波音都是功不可没 在2017年接近翻倍式的这样的一个涨幅 这是也不是一支小盘股 可以是巨盘大额股 那做这么大的一个上涨 那也是川普的这样的一个政策 也是功不可没 功不可没 那我们看到2017年已经过去了 涨了这么多的 我觉得再往上涨并不是说不可以 但是是否还有油水呢 是否会轮到 如果这个趋势继续这个牛市继续的话 是否会轮到一些17年的loser 在1月份产生这样的一个效益 那我们知道12月份 每年年底会有这样的一个test selling 大家为了抵税去卖出这些股票 亏损的股票 那这些都是17年表现非常差的股票 很有可能在12月被继续的打压去卖出 然后1月份的话 产生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跌出价值 的一个一个情况 同时又在严重超卖的一个情况 反而可能会 反而可能会上涨 那我们看到MESI最近是一个 非常明显的一个情况 还有CHK 还有GE GE这个是非常典型的这样的一个例子 非常典型的例子 包括SCG 还有UAA Under Armour 还有RRC 我们看到最近都有不错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特别是GE 这就是道指 这个今年表现最大17年表现最差的 那我们看到开年的表现 直接先涨个10% 直接先涨个10% RRC这边也是油气股 一支油气股 也是在12月月底 都是月初的时候表现也是非常的不错 直接也是先涨个8% 再说 那我觉得这些 所谓的 你看这一支也是 SCG 也是17年表现较差的 但是我们看到开年之后直接什么 一个高开 开年之后直接一个高开 先涨了一个什么 先涨了一个20% 再说 迎接这一个新年 那接下来我觉得主题还是一样的 在17年的表现较差的股票里面 肯定还会有很多股票会出现一月的效应 或者说 这一个效应会延续到全年的 那这里面有很多很好的公司 像Engine AGM 对啊 这个大家都知道大的一个制药公司 Macy 也是 BakerHuge 这个是一个GE的一个公司 那如果GE有反弹的话 BakerHuge 这个GE company 也会有不错的这样的一个反弹 Flocker也是非常好的公司 卖鞋子的大家也知道 17年表现并不是非常好 但Nike的表现 在道指的成分股 也是表现非常的不错 GE继续上看 短期还是有继续上涨的这个幅度 那我觉得RRC 作为17年标普500表现最差的一支股票 我觉得这个空间真的是非常大 同时它也是一支能源公司 一支油气股 那我们看到能源板块最近的这一个强势 还是非常明显的 从年末一直延续到今年年初一月份 那启决于原油的价钱的一个大幅的反弹 也是通胀的预期有非常大的 这样的一个可能会在18年展现出来 那之前我们刚刚埋下的伏笔 就是Commodity 可能会在17年表现较差 但是18年可能会是Commodity Year of Commodity 大众商品之业 就是可能会有不错的表现 以原油为首的金安基黄金白银 这些大众商品 常见的大众商品 我相信都会有不错的 另外看看一些季节性的一些大数据的一些表现 那这边如果说是Longest 20% Rally Longest 20% Rally 从排名上来看 我们现在已经是涨了 三千二百二十一天 这个大牛市 从09年一直到现在 09年一直到现在 然后没有10%的一个回调的话 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在没有10%的一个correction 回调的情况下 市场我们现在已经涨了接近700天 当然我们还可以继续再往上 当然还可以继续再往上 但是没有3%的回调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一个 历史的一个高端的一个记录 比如说市场最近的这个波动实在是太小了 连3%的回调都没有 全年我们看到基本上没有3%的回调 这个已经是打破了一个新的记录了 同时没有5%的回调也是打破一个新的记录 那是否会有物极必反的这样的情况呢 有可能很难讲 对吧 2017年是美好的一年 2018年开年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未知 但是也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线索去搜寻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美股市场学院 我们最新发布的这个2018年的美股市场展望 那这个具体报告内容我就不讲了 但是我大概点几点 这个早在年底 12月底我们发出的这一个报告 所以30号发出的报告 这花了是花费了两三周的时间 有两三位量化分析师共同的去编写出来 最后我也是主审审了一下 我觉得整个大方向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措辞啊各方面结构啊也都没有任何问题 绝对可以拿出来给大家看的 那大家可以用心去看一下 那原油我们是放在最前面的 那预计原油我们会达到70到75这样的价钱 无论从基本面分析还是从季节上来讲 我们就原油价钱都会有非常不错的表现 那当时在讲的时候原油还是在5859的位置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62了 那一突破这个颈线那我觉得迅速会 在这边上冲到70这样的一个位置 那很有可能会在18年的前半年发生 有没有看到1月份原油价钱可能表现 并不是非常的漂亮 但是呢在去到23456月份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前半年大部分的时候 原油的季节性表现还是非常强的 那可能跟天气转暖 或者说是这个季节性的原因 大家出油了要用汽油 或者说这个工业还有经济复苏起来了 由于天气的原因或者季节的一些原因 我们看到季节性来说 这边还是原油的一个强势期的 原油的一个强势期的 另外天然气在17年表现最差的品种 最差的这个大宗商品 我们看到在年初 其实也是会有不错的表现在前半年 那天然气的图形上来说 有更复杂的一个情况 就是它并不是像石油这么干净的一个突破 而是说在2.5到3 3.5 然后2下面都有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支撑 或者是阻力 目前2.5是支撑 如果2.5破了的话 那可能要去2块了 那2.5我们可能17年全年都没有跌破 全年都没有跌破 那很有可能守住的情况下去测试一下3 如果需要3的话能够去到3.5 当然天然气 我觉得这边还是有更多的不确定性所在的 17年虽然表现比较差 说不定18年会反弹一下 但是目前还是比较不确定 好像在中国 亚太路的这个天然气的价钱 黄金年初也是有不错的表现 从季节性上来讲 是10年的年度的回测数据 10年的这个月份的回测数据 那黄金从基本面来说 我们也相信会有更高的价钱 因为现在各大金矿公司平均成本就大概是在 7800盎司 那现在维持在1200 1300的这样的一个价钱 其实对他们来说 对金矿公司来说 是非常博人的这样的一个利润 非常博人的这样的一个利润 那当然也会对整个金矿板块 大家比较喜欢的GDX 还有NUGT这个三倍ATL 我是不建议大家去做的 有非常负面的一个影响 黄金必须占上125才会开启另外一波 那我们现在看到GDX黄金已经占上125了 那需要站稳 站稳之后才会有更高的 这样的一个突破的情况 那国债 国债价钱我觉得这边 是一个可上可下的一个形态 那从趋势上来看 感觉是要突破向上 但是从大的环境来说的话 如果美联储加息 那国债价钱按道理来说是应该向下 因为国债利率会提高 利率提高 价钱自然就会向下 这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从季节性来说的话 也没有太多的规律性 感觉前半年来说 对大东商品来说 总的来说 还是一个强势的一个季节性周期 那关于SPY、XPX 我们也做了相应的一些量化分析 这边大家也可以去看 通过一些技术指标 通过一些均线情况 技术的这个 还有这个季节性的情况 大家也可以参照这个季节性的强势来看 1月份跟6月份还有8、9月份 其实相对来说是季节性的一个弱势 最后我们也这边做了一个 总结式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集点在这里 关于每一个品种 那大众商品 我们这边分析了天然气、黄金、石油 还有国债 那标普500 我们这边给了一个是年底到3000点的 这样的一个目标 而且我觉得18年很有可能大众商品 以原油为首 会有不错的一个表现 因为对比这个股价来说的话 已经来到了一个历史的一个大的一个低位 我们看到在70年的时候 以及95年的时候 是出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之后呢 什么 天然这个大众商品的价钱是相对于说股票 是飙升式的一个状态 我不知道这边是否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行情 那可能延时尚早 但是大的方向 我觉得可能正在慢慢的开始出现潜移默化的一个变化 大家还是要稍微的留意一下这样的一个变化 好 我们来看18年 那刚刚我们学院也说了 标普500 我们给出了3000点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价 对吧 那现在我们看看分析师 分析师这边 不少分析师开始catch up 开始catch up 开始追上来了 对经济的预估 以及对标普500美股盈利的这样的一个预估 也是跟上来了 但是不少对经济的预估还是维持在三以下 还是维持在三以下 那当然这个也会影响到标普500美股盈利的情况 也会影响他们的价钱的这一个 对标普500的这个价钱的一个预判 我们看普遍都是在2700到2800左右 当然这边有两个 其中有一个我也是非常喜爱的一个分析师 也是一个by side的一个分析师 也是老人家了 也是大人物啊 可能在华尔街并不是非常的出名 毕竟他可能更多是在幕后去做的 Yardini Yardini Research 他是Yardini Research的创始人 我不确定他是第二代还是他是第一代 但是他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分析师 做很多量化很多分析报告 而且都非常的准 都非常的准 因为他不像说这些分析师啊 可能更多是什么有背后的利益 或者说是做sell side report doesn't matter how accurate it is doesn't matter how accurate it is just give a target for some benefit right 当然这个是一些 一些内内内 inside joke right 这边我就不多讲了 但是这一个我觉得还是值得信任的一个分析师 有非常好的try record 3100的这样一个目标 我觉得也会有可能达到啊 这边也有一个人给了3000的一个目标啊 我觉得都是非常可行的啊 都是非常可行的 那我们来看看啊 这一个开年的情况啊 开年的情况 开年情况 全球的啊 这样的一个经济复苏的这样的一个主题 非常的明显啊 我们看到全球的股指啊 全球的股指 无论是分大陆 还是分不同的这个新兴国家 发展国家 成长国家 欧元区啊 还是非欧元区啊 各个表现 我们看都是非常不错的啊 非常不错的 整个趋势都是向上的 当然可能买入的时机并不是非常好 因为都处于在一个什么 接近超买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啊 接近超买的这样的一个时候 那这样的一个情绪开年来说 其实是非常强的啊 其实非常强的 我们看看一些次分的一些国家的一些ETM 我们看到开年情况也是非常强的 那现在进入到一个集体一个什么 超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边要小心啊 并不是非常好的一个timing 再次介入伍式的啊 这个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说 肯定会有回调的 回调肯定会是更好的一个买入机会 目前一月份已经不是非常好的一个入场机会了 我觉得可能更多是装死或者是等待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啊 说不定下半月或是二月份会有更好的入场时机 更好的入场时机 标普吧我们全年继续看涨 因为开年这么强的一个表现的话 我觉得全年表现应该也不会差 全年表现也不会差 我们看看板块的情况啊 18年开年到现在 非常明显我们可以看到资金流是流向哪里的 开年的第一周或是第一天 已经是非常明显的告诉我们 资金流向哪里 我们看到so far this week 钱是流向了energy material 还有technology 今天我们看到金融板块是后续的跟上 后续的跟上 那在17年表现不错的板块 或者说17年表现没有这么好的板块 我们看到也开始有补涨了 然后17年表现不错的也继续的领涨 这一些相应的一些可能较为保守防御性的板块 继续的烧到这一个这个钱的一个抛售 可能这个热钱都喜欢去追捧这些 明显板块 或者是领涨板块 或者是动能比较强的这个板块 那我们依然看到原油排在最前 能源板块排在最前 所以我依然还是坚信 2018年这个原油的主题 大宗商情的这个主题是永恒不变 永恒不变 可能会跟随着我们整个2018年 那从经济的情况下来看 我们看看ISM Manufacturing New Order 以及Overall的一个情况 都是来到历史的这样的一个高点 说明经济情况是非常不错的 加上又有税改的这样的一个前提 可能川普潜在又有新的一些玩意儿 基建呢 或是其他的一些新的计划 财政计划来刺激这个经济 所以我们看到股市还是有非常多可以看好的一个原因的 虽然说估值可能偏高 但是经济情况跟公司盈利情况 还有就业的情况 我们看到 都是来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这个失业金的一个领取 还有说 都来到了一个失业金领取还有就业的情况 都来到比较积极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而且是我们看到initial job claims 是不断的向下 不断的向下 不断的向下 所以就业情况整体来说非常不错 投资者的情绪 投资者的情绪也是来到了历史的高点 当然这是一个 通常来说是一个反向指标 就是当人做多的人太多了 就没有这个上涨的动能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是这个人太多容易翻船的这样的一个意思 大家都已经在车上了 谁去去推这个车呢 对吧 都在床上了 都在船上了 这个没有人再去推动了 可能就会比较麻烦一些 所以这边也要小心 近期是否会出现物极必反这个情况 那我也是特意看了一下 当这一个AAII 这个American Investor 这个Intelligent Association 这个缩写应该是记错了 应该是American Investor Individual Investor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Individual Investor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Individual Investor 这是一个比较我们常见到的一个测量投资者情绪指标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Index 我们看到每次来到极端的位置的时候 会出现物极必反 也就是说当大家极度的什么看跌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什么市场的一个底部 我们看到这边也是后面加入了SPY的这样的一个图 SPX的一个图 上面是Bullish Sentiment 下面是Barrish Sentiment 那我们看到当大家极端看跌的时候 我们看到往往是什么情况 出现了什么阶段性的一个底部 那当大家都在极端的看涨的时候 好像似乎市场这边都有不错的回调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这边是否也会回调呢 我觉得一个更大的回调在前方等待着我们 所以这边要稍微的注意一下 接下来的后半个月以及二月份的一个表现 我个人还是保持一定的谨慎跟怀疑的 当然大众商品可能下跌会是一个机会 当然其他的一些板块一些强势的股票 我们依然还是有非常好的机会 这个具体我们再说 我们再讲讲大的一些环境 那从这个估值上来讲的话 已经来到非常高的一个forward trading 这个不是forward是trailing 现在的这个12月的一个PE ratio 来到23了 那forward的PE ratio呢 我自己看了一下这个新的数字是19 19是相当高了 相当高了就是未来的这样的一个18年的EPS 算出来的PE值就是前瞻的PE值 19那是相当高的一个数字 相当高的一个数字 那从18年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已经来到了一个什么相应的高点 那之前我们经历过90年代的一个股灾 还有这个87年的时候当然也是当时这个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这个道指是跌了20多个percent 黑色星期一是由香港引起的 然后最后蔓延到整个全球市场的 然后这边也是00年科技泡沫到08年 这个金融的危机 那几次的股灾我们看到 估值都是来到非常可怕的一个地方 现在目前没有 但是我们慢慢的接近这样的一个地方 那我觉得从时间上来讲的话 这个大牛市啊 或者说出现这样的一个较为可怕的一个时候 可能会出现在19年到20年 暂时我们2018年还不需要担忧 从更长远的角度去分析的话 我觉得可能会出现到2019年到2020年 所以如果说你要做大这个金钱上面的 这个大的这样的一个投资啊 像买房啊或者是做一些大的一些投资 如果说你不是非常急的话 我觉得在这个19年啊 可能会有不错的这样的一个抄底的机会 当然你买房来自己住 或者是有其他的用途 那是另一回事 如果说你只是拿来投资的话 钱烧的话啊 想买几套房子买几栋楼 所以你可以等一等 到2019年 到2019年 会有更好更好的一个时机 当然这个现金要准备好 到时候这个钱庚 我觉得是非常难你再去动的 钱庚一旦收紧了 就很难再去松动 那我们看00年跟08年 这样的一个例子 如果有经历过这两次洗夺的话 这个洗礼啊 或者说叫洗礼也好 大家应该也能够感受到 其实每隔8到10年啊 美股都会出现送钱的机会 市场都会给你送钱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问题是你是否能够等待 以及机会来临的时候 你已经准备好 现在我建议大家可以开始准备了 或者时刻开始准备了 set some cash aside 放一些现金在旁边 我觉得大熊市会在未来的几年出现 但是现在18年暂时还不需要过多的单一 我觉得18年还是有空间向上 从季节性的角度来讲 1月份的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表现非常差 这里包括AT&T Horizon AT&T还有Horizon 还有Centralink 这些表现都会非常的差的一些板块 我们看到也是在开年的时候 Horizon 还有AT&T 这些也是表现非常差的 那我们刚刚也看到了 这一个开年的时候整个板块的一个表现 这个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 这个电信也是表现非常差的 那如果1月份的表现好的话 全年表现会怎么样呢 这个我在周报里面分享过了 那如果1月表现好 接下来的表现其实会不差的 而且前一年表现如果不错的话 下一年表现也会继续的走强 那这边我们也可以看一看这一组数据 就是17年是表现 标普500是涨了20%有多的 对吧 那在涨了20%有多的前提下 下一年的表现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数据 参差不齐 但是大部分的情况来看的话 还是平均有收涨的 就是17年表现好 18年这边有75%的概率也是收涨的 那平均可能会上涨 11个percent 这个中间值是14个percent 所以我觉得 meat single digit growth 10%或以下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回报 2018年还是值得期待的 当然你如果说要有更高的回报的话 我觉得也是有这样的空间 所以大家也不需要说过于的担忧 另外我们看看这个我们刚刚一直在强调的 就是2017年2017年这个跌的比较惨的 就是大众商品 同时大众商品也跌出了一定的 这一个相对于说股票 跌出到一个历史的这样的一个低点 那这边是否会有不错的这样的一个股票 或者说板块我们可以去关注呢 这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那首先我先要讲一下 就是一月效应 很多人可能对一月效应不是很了解 那下一周讲座我们也会继续详细的去讲一月效应 以及它的一些布局的一些个股跟板块 今天我们也会涉及到一些 那一月效应往往就是12月份表现比较差的 然后一月份可能会有不错的表现 那12月份表现比较差的 然后全年说不定表现也会比较差 像这边有一个例子15年到16年表现比较差的是 最差的是生化板块 因为希拉里川普每天这个就是在讲 要价要价太贵了 然后呢在这个之前也是可能生化涨太多了 奥巴马也是没有什么太相应的一些政策 或者说也是说要价比较贵 一直在打压这些药股 我们看到15年18年这药股很多基本上都是腰斩 很多基本上都是腰斩 然后呢我们在16年的年底 我们看到很多药股的公司都在做非常漂亮 非常扎实的这样的一个底部 非常漂亮非常扎实的这样的一个底部 然后我们也是布局了一些比较优质的一些药股 我们看到这张截图是上周的一个截图 可能不是最新的 其实全年药股表现非常的不错 很多表现都非常的好 当然还有很多呢是表现不错的前提下 然后年尾的时候又跌回来 我觉得这些可能继续会有机会 像INCY还有ENGINE还有CELGINE 这些我觉得都会有机会 然后我们看到在2017年1月份的时候 我们也布局了很多小药股 那不少都是有翻倍有多的这样的回报 当然还有很多没有涨 像这一支ABIO 这支也是在我们黑马群继续关注的一支 也是跌到了一个平台做底好几个月的 也是重点关注 也有很多基金经理持有支持的 那我觉得布局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你这个功课一定要做的准确 首先你要判断到底哪一个板块 是你这边可以首选的 你可以首选 那我们在我们的这一个 我们这个量化分析报告的这个专栏里面 里面有讲到 把这个链接复制过来 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个量化分析报告的这个专栏里面 有讲到一个1月效应的一个一篇文章 那这边我觉得这篇文章写得非常的好 而且呢里面很多东西 我觉得已经是涵盖了我想讲的内容了 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 我也可以把这些数据啊 可以发给你一些图表 如果说你需要放大的图表 我也可以发给你去看一看自己去研究一下也可以啊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深化其实在16年15年表现不好 但是17年表现是最好的 对吧 而且1月份的表现也不错 相对于说标普本来说表现也是非常不错 那金融板块在2011年2012年表现也是 2011年表现最差的 但是2012年的1月份表现呢 反弹了8% 而且全年是有20%的这样的一个涨幅 所以1月效应这个现象呢 每年都存在 当然有些概率低 有些概率高 这边我们也做了一些概率上的一些比较 但总的来说的话 这边标普500里面几个板块 12个板块里面 10到12个板块里面 表现最差的 表现最差的 无非就是房地产 然后就是电信 然后还有就是这一个 能源板块 还有retail 零售板块 零售板块 那我们一个来看一下 一个一个来看一下 那刚刚我也说了这个 Telecom Communication Telecom Communication Service 这个板块我并不是非常的了解 里面更多是像什么Vorizon 这些公司 这些公司 在里面 Telecom 应该是这个 YZ OK IYZ Telecom Communication 我们看到17年表现是 从最高直接走到最低 Telecom Communication 里面有很多股票 有很多股票 那当然跟Vorizon AT&T这些为首的 那我觉得底部不是非常的扎实 很难走得很高 很难走得很高 当然也不排除在突破 这一个下降趋势之后 会有不错的一个表现 当然如果说你比较喜欢 这些较稳的股票 或者说像AT&T Vorizon 这些大的股票 可以吃分红的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另外我们刚刚也说到房地产 Real Estate Real Estate 在17年表现也不佳 我们看到17年基本上是没有动的 这样的一个表现 开年在78这个位置 最后也是收在了78的这个位置 那也是在一个上涨的一个趋势当中 但是这个上涨趋势似乎感觉有点疲惫 那美股在创新高 我们看到房地产相关的没有在创新高 我通常有一句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就是这个房地产 这个经济的一些基本的一些现象 会先行于股市 股市往往是最灵活的 也有可能是往往是最后的一个知道的 后知后觉的 反应最迟钝的这样的一个人 因为股市怎么样 一下就可以出场了 你要卖很简单 就直接卖出所有仓位就可以了 你觉得要大跌 你觉得要崩盘 或者说已经崩了 你要卖赶紧卖就可以了 不像说房地产你可能会需要时间 对吧 需要时间去处理手中的资产 房地产要卖出去 要请律师 要看房子 要各种各样的需要时间对吧 那房地产可能会提前的 对市场的一些情况 或经济的一些情况做一些预判 那我们看到这边房地产 其实表现是比较差的 虽然说全年看上去趋势是不错的 但是并没有说能够回到高点 所以这边也是埋下一个伏笔 感觉是比较负面的一个情况 但是也来到下降趋势的下沿 这边如果不能迅速反弹的话 跌下去的话 那将会像这一个浴缸里面的 这一个木塞被拔掉一样 这个水就哗啦啦的就出来了 所以这边要非常的小心 房地产看上去也并不是非常的好 另外就剩下了另外两个板块 一个是能源板块 能源板块也是跟刚刚这个讲的 Telecommunication 感觉是有点像 下降趋势 然后在9月份的时候走出来盘整 然后再走出来 那已经做了这样的一个 ABC的这样的一个上涨了 已经做完了这样的一个ABC的上涨 那我觉得还有空间 还有空间 因为毕竟才刚刚开始了 我刚也分析过了 我觉得大众商品能源板块 原油才刚刚开始 因为市场这个通胀的预期起来之后 通胀的预期起来之后 经济开始复苏 通胀开始起来的话 这些大众商品都会受到一些利好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物价可能会起来 当然不是说物价横飞 可能只是物价可能开始会有些通胀 那这样的也会利好于这一些大众商品 或者说我们平时生活用到的一些东西 这些可能价钱也会有起来 也会转化成一个什么在股价上的一个利好 因为通胀起来了 买股票的这一个泡沫 这个资产泡沫也会起来 也会起来 那从图形上来说 这一个反转之后ABC的这样的一个上涨 已经是来到了127.2的这样一个Fibonacci的位置了 我觉得这边是会有阻力的 需要稍微休息一下 然后可能会有很好的机会 当然不一定会像我画的这么夸张跌那么多 那我觉得回踩一下78块 78.8的这个位置 也是71,72这个位置 那将会是非常好的再次做多的这样一个机会 Ride a trend 这个趋势依然还是延续的 那顺便我们也讲一讲原油 USO 那USO也是已经涨出了 涨出了2017年的这样的一个最高点 来到了2016年的高点的位置 那我觉得这边是会有阻力的 那前高的位置测试一下 未尝不可 但是之前没有过去 之前这里没有过去 那过了两年之后 为什么凭什么就能过去呢 对吧 没有原因啊 对吧 你不一定马上就能过去 这边回踩一下 我觉得会是更好的一个做多的机会 回踩一下会更好的做多的机会 那我们看到12块钱这边突破 刚好也是16年年底跟17年年初的位置 这边突破之后没有回踩 回踩一下会是不错的这样的一个场点 那也是结合刚刚的这个XLE 我觉得这两个刚好是相吻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一个套路 那另外讲到原油了 那我们顺便也讲讲其他的大众商品 黄金啊 黄金占上125 那这个分析我们也说过了 占上125之后 这边这个下降趋势就已经是被打开了 下降趋势被打开 那这边可能会开启回到127的这样的位置 然后就是再往上到131的这样的位置 我觉得黄金是有这样的能力的啊 但是不知道是否会有这样的一个大基本面的一个前提 在这边 那跟美元有非常大的关系了 那美元 如果说在2017年表现非常差的情况下 2018年有这个扭转的话 我预计是不会 我预计是不会 因为在有这么税改这么强劲的一个预期下 美元却继续的走低 说明 说明这边其实市场对经济的预期 也觉得是有一点点弱 或者说觉得有更多其他的原因在影响美元 通胀啊 或者说 美联储这边的这一个前根不会收的太紧啊等等一些其他的基本原因 我们没法去判断啊 那单从图形上来说的话 美元这个下降趋势依然还在 依然还在 那这个下降趋势不突破的话 这边还是能够给黄金起到一个支撑的作用 还是能够给黄金起到一个支撑的作用 我们看到美元一旦开启这样的一个下降趋势啊 有时候就很难停下来了 除非说突破下降趋势之后 我觉得可能会出现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那跟美元也是息息相关的 是国债啊 国债 那国债如果说走前走强的话 国债价钱走强的话 会对金融板块是会有一个负面的影响 我们看到国债价钱 依然还在一个大通道里面 小通道继续上行啊 这个通道什么时候跌破啊 或者是涨出去 可能才会出现更大的方向 在这之前 我觉得可能对金融股的影响并不是非常大 因为国债的变动不是非常的大 说明市场对预期 对这个加息的预期啊 也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TIP 这个其实也跟通胀有非常大的关系 如果TIP如果突破的话 说明这个通胀起来了 这个利率要起来了 如果说这边突破向上的话 从这个周图上来看 这边的确是非常漂亮的一个盘整 如果这边真的最后突破向上的话 说明通胀来了 通胀来了会对美元有不好的影响 然后会对 当然美联储会加息 美联储会加息 收紧这个银根 来抵对这个美元的一个弱势 然后同时呢 银行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利好作用 大宗商品原油类为首的 也会受到通胀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影响 以及美元可能潜在走弱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所以这可能是18年可能潜在会出现的一些东西 那我预计美联储可能在18年也会加强这个加息 因为毕竟有这个税改的支撑下 我觉得美联储可以大胆放心的去加息了 为什么 因为有税改的这一个财政支撑的情况下 美联储可以陆续的慢慢的退出 这样的一个货币政策的这样的一个舞台了 这样他也不需要说冒着这么大的风险 或者说每天这个猜的市场 或者市场也在猜他到底该做什么 或想做什么 美联储其实自己有时候他也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最保守的就是按兵不动 现在美联储有川普这样的一个强有力的经济的一个推手之后 我相信美联储可以开始加快这样的一个加息的步伐 但是我觉得也不会太快 太快还是会出人命的 18年可能加息一个两到三次 我觉得最多了 我觉得最多了 还得看上任的这一个新主席鲍尔 这接下来几周的这样的一个暗示是怎么样 但我觉得经济复苏通胀起来 美联储加息 这可能会是18年的这样的一个大旋律 一个主旋律 主要操作的品种依然还是大众商品 依然大众商品 黄金也有 当然 如果喜欢白银的话 白银我觉得这边也是来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也是从这一个非常长的一个下降趋势已经走出来 而且这个三角形的盘整我觉得也是非常到位 白银这边可能也会有不错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白银股我们在石板区也说了几支 也可以做一些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布局 相应一些布局 好 那几个大的品种我想讲的就是这么多 刚刚也是引申出来的 然后另外想回到刚刚的主题就是17年表现比较差的几个板块 还有一个就是Retail 零售板块也是在这个下降趋势里面17年一路下降下来 可能在年底的时候拉起来 最后还是收跌的 因为我们看到17年开年的时候是在这个位置 最后还是收跌的 最近呢 今天的这一个零售数据并不是非常 并不是非常好的 我们也看到是放了巨量 18个面能量然后这边拉起来 那经济复苏就业起来了 工资开始上涨 那大家消费自然而然就会起来 那对零售业 我们看到在感恩节圣诞假日新年 也是创纪录的这样的一个零售数据 那今天有点selden news 但是后来尾盘又被拉回来了这样的一个感觉 零售板块里面有很多股票 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包括overstock overstock当然这可能已经变成一个比特币概念股 可以先暂时忽略 这里面有很多气配 还有做宠物生意的 做这一个珠宝 儿童 衣服 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衣服 还有这一个电器 还有做这个女性化妆品 做女人生意的也有 做内衣的 Long Brain 今天也是大跌 那我觉得这个板块实在的上下波动实在是太大 实在上下波动实在是太大 我们可以一眼扫过去 我们看到今天很多表现都是非常差的 很多表现都非常差的 那怎么样去选比较好的一个品种呢 我觉得选首先趋势 今天维持住的 然后另外 今天没有大跌的 在这个负面消息影响下 没有怎么大跌的 那我觉得这些就是比较强势的 零售板块 如果刚好又是你喜欢的品牌 你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那我觉得Best Buy 还有ANF 还有KSS 这边都是这边趋势看上去都是非常不错的 当然这个股指里面有89只股票 今天也有不少是涨了的股票 涨的股票说明是相对强势 那我相信经过这一次洗礼之后 也证明了他的这样的一个强势 继续能够延迟这个趋势的一个向上 那整个Retail板块 我相信在18年也会有非常不错的一个表现 会有非常不错的一个表现 那这边也是提点一下这几个板块 那具体的一些扫股的话呢 我会在下一次公开讲座 我会讲 然后我用Finsip 我们可以做一些现场的这样的一些扫股 到时候我会公开我们这些扫出来的股票 刚刚讲的两个重点板块 包括大众商品 那大众商品里面包括能源 能源板块的话原油 原油里面就是跟能源相关的 那能源的话 XLE跟OIH OIL SERVICE 我们看到也是从底部浮现出来 这一个多重底 一个上升三角突破200天均线 现在继续的向上走 还有这个原油开采 Exploration 这边也是从这现场趋势走出来 现在要上工39的这样的一个阻力 整体原油板块跟能源 能源原油价钱跟能源板块都表现的非常不错 那这边还有一支股票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RRC 我觉得也是从这一个下降趋势里面刚走出来 也是刚好是17年表现最差的一支能源股 油气股 说不定18年会有不错的一个表现 借助原油的价钱可能出现一波暴力的反弹也不会 也不一定 这个15%的一个做空比 15%的一个做空比 另外我们再看一下 各大大众商品也讲了 各大板块也讲了 我觉得2018年的一个主题 我们来做一些总结性的一些发言吧 我觉得2018年的这一个主题 可能就是更多 更多就是这个 稍等一下 这个屏幕再放一下 更多就是经济的这样的一个继续的一个复苏 或加快的这样的一个复苏 那加快的复苏的形成下 会引起通胀 引起通胀 那很多迹象都表明这个通胀可能会有起来 原油价钱的一个提前上涨 以及国债在高位的这样的一个盘整不动等待 还有TIP这边潜在的一个突破向上 都意味着利率可能接下来会越来越高 那如果利率越来越高的话 通胀也会到来 通胀也会到来 那很多跟这个通胀相关的像农产品 或是大宗商品的ETM 这个农产品的ETM 我相信在2018年也会有不错的一个表现 农产品最直接的就是做农产品 CY CY 不是CY 那是农产品的这个股道是叫什么呢 Portash DOTCH 我脑子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OK Anyway 农产品的化肥类的我觉得会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 反正跟通胀相关的 农产品 我们说大品种吧 DBA 农产品的ETM 现在还是在一个下降过程当中 但是一旦突破起来 我觉得也是非常凶狠的 是非常凶狠的 然后原油类的 农产板块 刚刚也说了 XOP 也是 H 这个 IOH 也是 黄金 也是 白银 看上去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图形的这样的一个setup 然后还有大宗商品 DB D DBC DBC DBB DBB 我们这个是金属 金属类的 这边也是来到了高位 然后 DBC 这是Commodity的Index 也是来到高位 那这边 这个DBC 更多是原油权重的 那还有很多钢铁铜的股票 也是表现不错的 铜的代表 像Fipo Mac 我觉得接下来会有继续不错的表现 钢铁代表 X 还有 Steel Dynamic 表现依然还是非常不错 This is the best steel stock to buy 早在当时的36-38的时候这边就说了 然后同时还有就是 钢铁的ETM也是 SLX 也是来到了新高的位置 一切都说明了经济即将复苏 可能会有不错的这样的一个通胀的行情起来 基础原料 钢铁类的这边都有不错的表现 或者钢铁的这个Metals & Mining ETF XME 也是持续的走高 完全没有任何的停歇 然后 还有这一个叫基础原料 XLB 也是继续的在走高 那我觉得这些板块 任何的回调可能都是非常好的机会 一些板块里面的一些相应的股票 可能会出现补涨的这样的一个行情 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那我觉得大家首先可以关注一下这支股票 这个Lumber Liquidated Lumber Liquidated 今天是接近了200基础线 然后一个放量的这样的一个反转 那我觉得这支股票 之前我们做过一波了 那上来这边止盈之后 现在下来我觉得任何回调 我都会想买回来 就是是木材的一支股票 如果说通胀基础原料 或者川普有这个基建的计划的话 少不了木材 少不了这个木材 所以说稍微注意一下Lumber Liquidated 当然大众商品也包括了咖啡 一些其他的农产品 这边一些用的不多的 我就不多去细讲了 那更多可能是钢铁铜 一些基础原料 能源类的 油气类的 还有农产品类的 包括木材 也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这个跟经济 跟通胀有关系的一个 算是大众商品 也有这个木材的气候 但是用做的人不多 但我觉得这支 从族心上来说 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样的一个setup 也算是另一辟西进的 这样的一个布局 这边有同学 刚刚补充了一下 谢谢你 这个POT最近换名 我说怎么找不到 换成了这个NT 是换成了NTR吗 OK 换成了NTR Agricultural input 做化肥原料的 那也是最近不断的在走高 最近不断的走高 MOS也是最近在走高 然后还有一些小的化肥股 像PIP 这个也是 也是不断的在走高 那我觉得有非常非常多的机会 像这些 以这个POTESH 这个化肥原料 作为结尾的这些公司的名字 都可以去搜一下 说明有些还未涨 或者说有些不涨 这样的机会 那回顾一下 刚刚我讲的内容吧 那我觉得18年 将会是非常有趣的一年 那1月份 可能1月下半月 可能会有弱势的表现 一直延续到2月份 可能会延续到2月份 然后呢 可能会出现非常好的 这样的一个再次Buy Dib的机会 那到年底的话 我们预计标普500 可能会去到3000点 同时 以原油为首的大众商品 因为通胀 还有加息的预期 经济的这样的一个预期 大环境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下 我觉得全球经济复苏 会对很多板块有很好的影响 包括XLE 而且同时族行上来说 从这个去年的这个表现 以及1月效应的季节性效应来说的话 我觉得这些表现都会不错 那强势的板块像XME 也会继续的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 XLB也会有不错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包括这个农产品这边也是可以列下来 DBA以及DBC还有DBD 这都是跟这个通胀相关的 跟一些大众商品相关的 那总共来说 我觉得2018年会是再创辉煌的一年 同时呢 也是大众商品将会大放光彩的一年 各种各样的大众商品 我觉得可能会轮番的这样的一个上涨 当然可能大盘在这个大众商品在上涨的情况下 可能会比较难受吧 有些其他的板块啊 但是如果经济复苏的情况下 我觉得可能会是一个扑涨的行情 但是更多可能会亮点会在大众商品里面 我觉得机会也会在大众商品里面 当然你说银行板块会不会继续涨 我觉得也会 交通板块会不会继续涨 也会 科技板块会不会继续涨 我觉得也会 但是当然这些可能大家都已经知道的 那我这边看看能不能发掘出一些 大家可能还未知道的 或者说可以布局的一些更好的机会给大家 好的 还是跟以往一样的 我们希望能给大家带来最好的 这样的一个实战的美股的内容 2017年也是这样子的 2016年我们创始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一个初衷 2018年我们依然不忘初衷 也是再次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这些讲座 那这些讲座也是接近200多人来参加了 那这次我们也会上传到我们的所有平台上面 大家可以一起去看 最后也祝大家新年快乐 那狗年一起旺财一起发 如果大家还没有关注我们公众号的话 关注一下我们公众号 realtureus 以及加入到我们的交易圈 大家一起实战美股期权 寄货电子货币 更多星期上我们官好出货群 Until next time Let's trade great and stay profitable Thank you everyone for coming Have a good night Bye Bye